大家好,这里是你们的顶条视频,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个有趣的话题,为什么一直吹风扇会头疼? 首先,大家有没有发现,夏天一到,风扇就成了我们的救命稻草,但是有时候吹着吹着,脑袋就开始疼了,这是为啥呢?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揭秘,第一点,温度变化。 咱们的身体就像个精密的机器,需要保持恒定的温度。 当你对着风扇吹,头部的温度一下子降了下来,血管就会收缩,这种突然的变化,就像是给脑袋来了个紧急刹车,结果就是头疼。 第二点,空气干燥,风扇吹得越久,空气中的水分就蒸发得越快,这样一来,室内空气变得干巴巴的,鼻腔和喉咙也会跟着干燥。 时间久了,头疼自然就找上门了。 第三点,过度疲劳,咱们在睡觉的时候,身体是放松的。 但如果一直被风扇吹着,肌肉就会变得紧张。 尤其是脖子和肩膀这些地方,一紧张起来,头疼也就随之而来了。 第四点,过敏反应。 有些朋友可能对风扇的某些材料或者灰尘过敏。 长时间接触这些过敏源,头疼,鼻子痒,眼睛痒等症状就会统统冒出来。 最后一点,气流冲击。 风扇的风一直在吹,脑袋一直在受力。 这种持续的冲击,就像是有人一直在轻轻拍你的头,时间长了能不疼吗? 所以啊,大家在享受风扇带来的凉爽时,也要注意适度。 别一直对着头部吹,多换个角度,让身体各部分都能均匀受风。 还有,记得定时清洁风扇,保持室内空气湿润,这样才能远离头疼的困扰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。 记得关注顶条视频,我们下期再见。